請三位提名人 我們請林秘書長一起上 也請林秘書長 我跟各位請教 這個我們三位被提名人 都是在我們傳播學界 大家都耳熟能詳 尤其這個十四號教授 本身也擔任過NCC委員 我能不能跟你們一位一位請教 這個民主長對不起 我想這個 對不起這個小姐先好了好不好 彭先生我跟您請教一下 在整個NCC的提名過程之前 您這個是傳播學者 您有没有听過我們陳雲林小姐的大名 因為我是一直在學術界 簡單回答有没有听過 您跟食物界有沒有過往來 有些許往來 所以您有沒有聽過陳雲林小姐的大名 我剛好沒有聽過 你沒有聽過 剛好沒有聽過 那您請回座 我們請這個余教授 是 余教授我跟您請教 您在電信方面 這個經營很久 您有沒有聽過陳雲林小姐的大名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聽過 謝謝 您請回座 我們請十四號教授 十四號教授您擔任過NCC委員 您本身又是這方面 這個學有專精的法律學者 我要跟您請教 在您這一段 不論是扶工職的期間 或者在教學 在學術界的資歷 您有沒有聽過陳雲林小姐的大名 沒有 您沒有聽過 請回 好 我們請林秘書長 秘書長您的資歷 我更不要提了 我們這個過去也曾經同事過 您擔任過 這個您是資深的國會議員 我相信您在社會各界 有豐厚的人脈 您又擔任行政院的秘書長 我要跟您請教 無論是在國會期間 或在行政院服務的期間 或者在這次NCC提名之前 您有聽過陳雲林小姐的大名嗎 我跟他不認識 你跟他 你沒有聽過他的名字 不要說認不認識 你有沒有聽過他的大名 我沒有聽過他的名字 你沒有聽過他的名字 好 那我再跟您請教一下 我們今天行政院送了一個被提名人 到立法院來 是您身為資深國會議員 身為行政院秘書長 從來沒有聽過的 是您其他三位被提名人 通通沒有聽過的 這樣的一個神秘人物啊 那我要跟您請教就是說 你們都你在這個給立法院的報告裡面說 本院啊 經本院就相關領域 領選優秀人才 行政院就相關領域去領選哦 去千挑萬選出一個優秀人才 其專長含花電信資訊傳播法律財經等領域 符合該會就是NCC傳承 NCC這個組織法的規定 並充分考量業務經驗傳承 及該會獨立運作之需求 蘇主委我就不用請你上來 我知道你曾經回答過 你沒聽過陳元寧小姐的大名 那我們就不禁不得不好奇 這個人選是怎麼來的 那我這樣跟您請教 你不知道自然不會是你推薦的 那麼這個有人推薦也好 或者是有上面交辦也好 這個討論的過程 您有沒有參與 我想我沒有參與 你沒有參加 結果行政院派了一個 不知道頭部的人 到我們交通委員會 到立法院來報告說 我為什麼提名這些人 主席啊 我跟主席跟我們本會建議啊 這個審查會暫停 我們等行政院派一個 知道狀況的人過來 我們行政院派了一個秘書長來 他沒有參與討論啊 他沒有參與討論啊 那我們怎麼審下去啊 我們怎麼問下去啊 我覺得去問這幾位啊 關於他們自己的事情 當然有必要 但是我在 這個星期一的時候 我就在這邊發言 我就提過了 這是行政院要負責的 這是行政院要負責的 禮拜一 是林秘書長來這邊 到今天 是林秘書長來這邊 到這邊啊 今天還行政院還告訴我們說 我不知道這個人選怎麼來的 這像話嗎 你去拔背 去拔出來嗎 委員 這些人才都是很多學界跟專家所推薦出來的 我只說我沒有參與這樣的 哪些 我想最後提名就是行政院長來提名 行政院院長提名 所以 所以是行政院院長提名 我要跟你請教 我跟你請教 陳院長根據什麼 來提名這些被提名人 根據我們通常會組織法的第四條來提名這些人選 行政院陳院長是因為他個人認識 或者有人推薦 我相信有很多學者專家來跟他推薦這些人才 行政院陳院長是根據誰推薦來提名的陳元玲小姐 我想有很多人共同推薦的 我想這一個是誰 未必 所有的 對不起 我想有很多人 而且這些人也未必要讓委員能知道 這個時間暫停 林秘書長不可以這樣子 這個不回答 我要請問 我這邊暫停 我提一個會議詢問 就是說 林秘書長可以告訴我 他根據什麼樣的法律的規定 他不回答 他不可以說 很多人 這是我們要知道的資料 因為是誰推薦的 因為我們都 不不不不 最後都是行政院打所提名的 我現在是對主席講 對不起 我不是對林秘書長 這個時間暫停啊 對不起 我現在 我現在我的要求是說 因為我們都不認識這四位 我們跟他們都沒有私交 對不對 我們還要很辛苦去查資料 我們今天唯一可以相信的 是行政院送過來的資料 直接今天送過來的資料 已經證明是有問題了 對不對 然後我們要問的是說 行政院你是根據誰推薦 誰推薦也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假設今天這一位陳雲林小姐 我們即便不認識 你說有很多學者 學界 夠資格推薦 那是誰 你舉一位出來嗎 我這樣要求不不不 難道過分嗎 所以我今天 林秘書長你先不用回答 我今天是對主席要求 所以主席是不是可以要求 林秘書長回答 現在是這樣子啦 在交通委員會審查 這個是委員的職責 那行政院他推薦的人出來 這是行政院的職責 那我們交通委員會也好 我們立法院也好 委員的職責就是 就是認為他是人跟不是人 所以才開這個委員會 那至於各位到最後的結論 好 因為經過這樣的一個 一個答詢以後 我想大家委員們 大家心裡就會有一把尺在 然後最後的決定就是過與不過 好 所以說在這個階段下 裡面來講的話 行政院的話 他秘書長的話 他是負責 就是帶著他們來做備詢 好 那我想因為都是照這個程序 這樣子走啦 好 所以段委員我是覺得 我們大家這樣質詢下去 我都在那邊聽了一天了 其實我想所有的委員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嘛 好 那你覺得他如果是 怎麼樣子不對 或怎麼樣子 打他熏熏的話 這個會有一個答案出來嗎 好 我覺得是這樣 如果行政院需要一個人 帶他們過來 行政院派一個門口的警衛 帶過來就可以了 沒有 兵長 對不起 我這個不是修辱 不是對您不敬哦 但是我覺得應該要這樣 就是說你應該要回答嘛 所以我要請主席處理是這樣 我對於這幾位我沒有成見 我今天其實也沒有坐在這邊一直聽 但是就我看到資料 我不能理解嘛 就是陳雲霓小姐 就你們給我的資料 他過去跟即便我們相信 他跟這個傳播界有實務的關係 那在十年前啊 他上一個有相關的資歷是在2002年耶 那所以我會懷疑 然後我問了這三位 他們都沒有聽過這位神秘人物 所以你能不能告訴我 我就要請民主長告訴我們說 是誰推薦的 我這個要求其實不過分 你告訴我一個人名就好了 所以會不會 誰推薦不重要 重點在於行政院長提名他 不不不 對不起 最後是由行政院長來確定 他是一個值得提名的候選人 我們雖然去同意不同意 可是我們必須要負責 所以我今天需要知道誰推薦 是我要看這個推薦人他有沒有公信力 或能不能讓我們幸福 其實行政院也應該要盡責的告訴大家說 到底是誰推薦的這幾位 尤其是一個在沒有一個人認識 在場可能沒有一個人知道 我不曉得在場除了我之外 除了我們問過的人之外 有哪一位在這之前聽過這個陳元寧小姐 你舉手沒關係 你舉手沒關係 除了您自己之外 不要舉手了 沒有人聽過啊 那你只要告訴我們說有誰認識他 何謙委員 這不合理嗎 最後會提名他不論是誰推薦的 都是由院長親自來跟他面談過之後 我現在還是在跟我們主席在要求啊 那個時間停一下好不好 主席前幾天 這幾天 沒有了 你給你說一下話啦 你都沒說話 來時間先停下來了 現在是這樣子喔 現在今天其實也有一個 也有委員同僚問過同樣的話 那四個委員 四個提名人他們的答覆是 他們都不知道誰推薦他們的 但是行政院一定知道 我都在聽到的 對不對 那 知道的人來好不好 那你你今天喔 或許推薦你現在叫秘書長說 那誰推薦的 我是我是不清楚啦 覺得要要 要他講這個 我也覺得 我是覺得我們還是針對就是說 他的專業度夠不夠 那各位委員們如果覺得他的專業度不夠不適任 到時候可以投反對票 那你覺得他適任我們可以投反對票 我是覺得在委員會審查 應該就是我們的決定就是Yes跟No 主席主 對不起 我覺得這樣子是草率了 因為我不願意這樣子 因為我不認識他 我不了解他 我就是投反對票 如果今天行政院可以告訴我一個人 那個說明是我可以接受的 我想不論是誰推薦這些人 推薦完之後就是行政院搜集他的資料 了解他的為人跟專業 所以他絕對不是因為那個推薦人來決定是誰 你不要再說 你不要再說 我對主席講話 就是說 剛才林民署長告訴我說 他不認識這位被提名人 他說他相信 陳院長也不認識他 好了 行政院院長不認識 現在現任的主委不認識 民署長不認識 那到底誰認識啊 我們今天 被迫去審查一個 行政院現在在場的人都不認識的一個被提名人 這像話嗎 只要是人才就可以提名 那你要是人才啊 所謂的人才 不是有刻兩個字叫人才就是人才 所以他要來這邊 懇請各位委員的審查跟同意 你說說認識或就這樣 其實他們四個人 我包括蘇恆主委 之前我也都不認識 所以全部都不認識 不能用一個不認識就把他整個蓋瓜 當初蘇恆主委進到交通委員會在審查 說我也不知道蘇恆是誰 那我們還是依照他的 依照他的資歷 你不要算我時間 你不要算我時間 我現在問在場這個 這個蘇恆主委跟其他三位 你們 今天坐在這之前 你們彼此有沒有聽過 互相 你們這四位 哪一位你們沒有聽過 那一個人你點名出來 你們是不是都聽過對方 是或不是 你不講話我就當做你默認哦 對不對 他們彼此都知道啊 他們彼此都認識啊 都知道啊 你這個時間再不 給我停下來 我翻臉 我跟你講 我現在是對主席講話 哈哈 所以主席我要跟你要求就是說 今天維護 立法院維護交通委員會的尊嚴 你不可以讓行政院在這邊不回答問題嗎 這樣對嗎 在回答您問題啊 你去你去請示清楚了 我留兩分鐘了 我也不跟你這樣倒退 我留兩分鐘 我一直會著來 我再帶 我再帶 我再帶